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日前举行三重商工地下停车场开工动土典礼 该工程规划地下两层的公共停车场 主体工程预计在107年的12月底完工 将可以提供500个小型车的停车位 三重商工周边的土地使用形态 都以未附设停车空间的住宅区为主 因此即将开工的地下停车场 相信可以满足附近民众的需求 新北市政府交通局特别举办开工动土典礼 包括区长朱立伦以及多位民意代表和里长都清零现场 主体工程预计在107年的12月底完工 我们投资5亿5000万可以算是三如地区 我们这几年投资最大的一型的一个停车场 有500个车位 将来对于整个地方交通的改善 停车空间的增加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对于三重商工 我们将来要建构一个产学大楼 也创立了它的基础 那我们希望这个工程能够顺利圆满 因为我们停车场的面积比较大 还有我们的车格位数多 所以未来的我们的停车空间就是分层分区分设的管理 会让车主来辨识他车子停放的位置 那另外呢我们是最先进的智慧化停车场 他以后会有这个车牌电视 车位在习 智慧行车 无票卡系统 地下停车场落成之后 将可以提供500个小行车的停车位 以及50个机车停车位 来解决附近民众的停车需求 同时也将一并翻新地面的运动设施 记者方间卡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